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灵玉等人 更是红极一时 家喻户晓 而在她们当中 还有一位粤语电影女星 也名造神港澳 其短暂的一生拍过七十多部电影 传奇的身世 坎坷的经历 更是令人叹息和同情 她就是被称为百变影后的媒体 李小龙作为功夫影星 曾微镇四方 享誉全球 可能很多人以为她只是会演功夫片 其实不然 她在文系电影中也有不苏的表演 在由无悔导演的曹韵明著《雷宇》电影中 她曾饰演过纯情天真的周家二少爷 戏中周二少爷热恋着家中的女佣神四凤 而与她演对手戏的正是梅琪 不过不说可能不知 当年李小龙年仅17岁 而梅琪已经是34岁 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她们上演的恋情戏 丝毫没有年龄上的不协调感觉 用梅琪自己的话来说 这就是她做演员的天分 梅琪本名叫江端仪 广东南海县人 1922年出生 父亲江书颖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叔父江玉柳又名江峰 是享誉省港澳的乐剧名家 一名南海市三郎 祖父更是大名鼎鼎的广东太史公江孔音 说到江孔音 那可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她有很多称号 除了太史公外 还有末代汉林 实业家 美食家等等 此外她还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 利用地方名声的身份 广结三教九流 是一位黑白通吃的人物 在当时的政坛至举足轻重 梅琪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出生的 她幼年时跟着父亲在北京 三岁时回到广州 后来一直在广州征光女子中学读书 直到中学毕业 由于母亲信基督教 所以她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去教堂做礼拜 不过跟母亲不同 她并不信奉基督教 做礼拜的时候也不虔诚 谁能想到 她晚年居然在对基督教的虔诚中度过 也正是因为自幼性格刚烈 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摔东西 所以大家给她取了个花名 叫臭疤 不过她也聪明过神 而且天生丽质 手帽漂亮 还能歌善舞 很有表演天赋 如此一位千金小姐 赵李自然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然而她却是个例外 按照梅琪自己写的书 《生命正道极》中叙述 她的祖父是燕隐君子 还娶了十二个老婆 而父亲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 对妻儿们置若罔文 她写道 许多人会以为 我是个出自名门的千金小姐 一定想不尽人间的荣华富贵 谁知我在童年开始 就遭遇了坎坷不平的人生 形成我及度多愁善感的品性 这样一个洞悉事情的她 也不愿安安分分地待在家里 等到家人将她送出 而她决定去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却打造属于自己独特的人生 十六岁那年 已经长得亭亭玉丽 风姿绰约的她 只身来到灯红酒绿的香港 进入电影商人 赵树泰的香港大官制作公司 从此一个花季少女 每天面对的是勾心斗角 虚伪诡诈 色情迷乱 也是在那时 她出场人生的酸甜苦辣 懵懵懂懂的 失去了少女的真操 反抗 挣扎 痛苦 那一夜 她终于明白了电影圈的潜规则 她在书中写道 一个弱智小女子 要适应这般环境 她将要受到何等大的损害和侮辱呢 碰到的人大多是笑里藏刀 口密附件的衣冠禽兽 遇到的都是形形式式的 意想不到的败坏悲污 真如羔羊 置身虎口 或许是自小培养成的刚烈性格 她并没有因此沉沦颓废 三年之后 她凭着天资聪颖 天生励志和自己的勤奋努力 终于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先后出演了《提笑音缘》 《蝴蝶夫人》 《朱门苑》等影片逐渐走红 当她和白燕 黄曼黎 紫罗莲被称为影坛四朵金花 而由于西路广 角色变化大 还赢得了百变影后的美名 然而出了名之后 她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是否如愿以偿 找到真正的幸福了呢 媒体登上明星宝座之后 出演的大部分电影 男主角搭档都是张英 张英也是月娱影地级的人物 和《无处翻》 张和尤 李清被称为四大小生 两人主演的电影 在当时是票房的保证 也成为了观众们心中的心童育育 后来由于国家局势 媒家家庭复杂 十分动荡 媒体渐渐精神衰弱 这使张英接近媒体 可以说是趁虚而入 但两人之间 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 媒体嫁给张英 只是因为觉得生逢乱世 自己活多久都不一定 如果自己死前没有结过婚 总是有些不甘心的 而张英看上媒体 也只是喜欢她的脸而已 1941年12月 媒体和张英正式结婚 这对金童玉女的婚讯 是当时各大媒体 头版头条的爆炸性新闻 据说当时还发生了男影迷 为媒体轻生的事件 可惜好景不长 两神新婚样而不久 就有一帮歹徒 冲进他们拍摄影片的剧场 挂了妆的媒体美艳动人 几个歹徒见到 艳妆的她 马上受性大发 将她当场按在地上欺输 而在场目睹这一切的张英 却无法阻止 可想而知 当时媒体的绝望心境 与此同时 发生了一件更悲惨的事 一直与媒体相依为命的母亲 突然去世 并且场面十分惨烈 先后的两件事 对于这对新婚夫妇来说 不得不说是沉重的打击 于是他们商议 决定离开香港这个伤心的地方 接着他们来到了广东湛江 并且在这里参加了 由马师曾 红线女组织的乐剧团 尽管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没起被欺辱的一幕 在张英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夫妻间也由此产生了心理隔阂 感情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最终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两人协议离婚 离婚之后 媒体独自去到了上海 并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 看了一间夜总会 这个时候的她 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沾上了烟 酒 以及违禁品 夜夜生歌 麻痹自己 但实质上仍然是人情欢笑 身后悲 在这个期间 她认识了上海茶叶夫商李子玉 并闪电式地与李子玉结婚 但是婚后她发现 李子玉只是一个沉迷于 灯红酒绿的富家子弟 而且还有妻子 结婚不够两年 她又一次离婚 这时她的精神状态再一次恶化 再一次大发脾气之后 她找到了医生 结果被检查 患上了间歇性癫狂症 之后她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香港 美琪遭遇两次婚姻失败 而且已经三十多岁的女演员 在演艺界也面临着生存压力 健康状况更是每况愈下 到了1957年底 她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卧床不起性命垂危 这时候曾经和她一起演戏的好姐妹 邹简怜 不断劝她入会信基督教 称只要诚心祈祷悔过 就能够起死回生 这使得她 想到年少时母亲的种种行为 觉得既然母亲那么执着 自己要不然也试试 神奇的是 此后不久 她的身体果然渐渐康复 于是她最终于在香港九龙 各处礼拜堂 以自己的病患 痊愈作为见证 开始传教 以她的影响力 在教会内 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同时她开始热心追求 查考圣经道理 教义 基督教成了她此后人生中 能够抓到的最大的稻草 1962年 她在密室里祈祷 祈祷200多天 写成了自己的处女作 《生命正道集》 自称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启示 要在以后的日子里 传讲血 水 圣灵的 全被真理 这件事本没有什么不好的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精神依靠 但她却走火入魔 宣称自己是东方先知 还成立了自己的教派 新约教会 作为教会的领头神 她四处宣扬基督教 天主教等教派 是邪门歪道 只有她的教会 才是真理教会 等到了后期 新约教会会蛊惑人心 成为了15大邪调组织之一 1966年8月17日凌晨 她救病再度复发 被送入医院 到了下午1点钟 医生宣告她不治而亡 年仅44岁 14天之后 她的丧礼在香港万国殡仪馆的 伊甸天举行 根据她的医院 梅设灵堂 谢绝花牌和碗帘 空荡荡的伊甸厅 装饰得更像西方教堂 她的遗体穿着补俗布衣 脸无浓装 安静地躺在那里 直到去世前 她始终认为 自己是上帝派来的先知 是来拯救人类的 并且坚信 是神明给了她重生的机会 出生名闻望族 原本可以光鲜亮丽地走完一生 却因为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一个名门闺秀成为了邪教领头神 不得不上人唏嘘 而这样的神生 就是由一个个小小的差错组成的 是年少时得不到的关爱 是婚后得不到的宠爱 是一次又一次的情感欺骗 才铸就了一个错路走到底的媒体 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 能够远离病痛的折磨 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瑜伽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